我想是這樣 剛剛前面我們現在討論說 這個兇手到底跟宗教或是什麼 我一直想講一個事情 因為過去像台北也曾經發生過 像政局或是隨機殺人事件 有一些反社會人格 邊緣人他就是覺得自己的命運不公 然後覺得社會都對不起他 他不滿社會 然後所以他想幹一件大事 讓世界認識他 那我覺得這個兇手不要去扯到政治 也不要去扯到宗教 他就是一個有這樣情緒障礙的 一個反社會人格 他要幹一件大事 那這件大事真的讓他就做出來了 只是說會成為全世界討論 那麼久的焦點 是因為他殺的對象是安倍 而且他用的是槍擊 因為在日本我們知道管制槍很嚴 那回到就是說 日本在這一次本來覺得說 安倍過世以後 這個岸田文雄在這個執政上面 會比較不綁手綁腳 因為我們知道之前 雖然說岸田文雄是現任首相 安倍還是自民黨裡面最大派系的領袖 那今天這個安倍過世的時候 那岸田文雄未來的施政 是不是會比較有彈性 可是我們看到這一次的投票結果 贊成修憲的 還是已經超過了三分之二 而這裡面投票率創新高 很多人認為說是跟安倍的過世 所引起的同情票是有關的 所以這代表說未來岸田 可能還是要走上修憲這條路 而且還是要持續的跟黨內的右翼勢力表態說 我會繼續走安倍的路線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跟這個快速發給賴清德簽證 也是有關的 一天之內快速發給 因為投票結果我已經出來了 自民島的執政是穩固的 那接下來就是岸田要表態給 不管給大陸看 我會繼續走安倍的路線 或是給這個安倍原本的這個派系的 這些同志看 所以才有後面賴清德快速可以拿到簽證訪日的相關舉動 玉銘怎麼看日本的修憲 我覺得日本的修憲 其實牽動到了 包括他國內跟國際的這個戰略的布局 那你可以看到 美日同謀在這一次美國的態度 其實非常的積極 從安倍他這個重擔身亡的消息 第一時間布希他就表達 而且美國還降半起 然後布林肯第一時間 他在禮拜一 他也馬上就到了這個日本 然後也跟岸田文雄會面 我相信他們的談話裡面 不只是表達對於安倍的悼念而已 對於未來的美日同盟 這個才是美國 他很在乎就是岸田文雄會不會走安倍的路 所以修憲這個議題 如果是讓日本可以恢復他的這個自衛權 還有他的交戰權的話 我覺得對美國來講 他是樂見其成的 因為這樣子他在整個印太的布局當中 日本的軍事會更被強化 然後在這方面更鞏固 但是同樣的對於韓國跟中國大陸來講 當日本他的這個自衛權 經濟自衛權上來之後 對於大陸對於南韓來講 他們特別是韓國 他會覺得備受威脅 因為過去日韓的關係 常常在一些鄰近的一些小島上面 大家其實就會有一些意見不合 或者是有一些小的零星的衝突 但是當日本崛起之後 韓國他會感受到這樣的一個壓力 那至於日本整個國內來講 會不會真的這個路會走得這麼的順 當然有一派的人覺得 修憲現在看起來席次 參議院的席次是可以過三分之二 但是日本還有更大的問題 他有老年化的問題 他有少子化的問題 他有經濟的問題 就是到時候對岸田文雄來講 他可不可以同時並進 這些問題都處理 然後包括修憲議題也都處理掉 還是說國內的這些經濟的壓力 也帶給他很大的負擔 他在處理上面可能速度進程 不如外界期待的